来 冯总长 又怎么了 有句话想跟你说 怎么 马上要死了 想留句遗言是吧 说吧 刚才咱们看花轿里那个新娘 是山姓吗 我可以让你死得明白一点 没错 花轿里面坐的新娘就是山姓 那她为啥嫁给贝家英啊 行了 听大名 山姓为什么要嫁给贝家英 无可奉告 冯他们长 冯他们长 你别无可奉告啊 冯他们长 你要告诉我 我去阎王爷呢 我听你说好话 我让阎王爷保佑你生活发财 行不行 为啥呀 你小子给我老实点啊 抓回去吧 到底为啥呀 冯总长 去找 冯总 冯总 怎么办呀 冯总 不是 乘了一份 不要 丁大命 你想不想活命啊 小团长 这话让你问 燕磨虎了怕死 谁不想活 想要活命好啊 想活命 我们可以合作 合作 早合作 你小子是个忠勇之人 你为共产党游击队死心塌地的卖命 还不计较个人得失 我欣赏你这点 也看重你这点 如果你要弃暗投明跟着我干 就像对游击队那样的一样忠诚 我不仅保你一条命 我还给你个官职干 别想到舍头娘这么高看我 你自己可能不知道 你很有价值啊 你既了解守备团 又了解游击队 还了解土匪 你要是跟着我干 那就相当于 刘邦得到了张良 大失差役 社团队长这么高看我 真是让我 叫啥来着 宠惊啊 受宠若惊 对对对 词儿我不会说 那意思就这意思 但是非常非常抱歉 咱们不会合作了 为什么 为啥 这还不明白吗 咱不是一路人 你说你 升官发财 吃香的和辣的 想骂谁骂谁 想打谁 想崩谁崩谁 太自在了 你再看我 从小在苦水里跑大了 干累活 恶毒蛾 就让你们这样的人 说骂一顿就骂一顿 说打一顿就打一顿 我恨你们 知道吧 我为啥加入共产党 就是因为我恨你们 你也知道我恨你们 你说那咱咋合作呀 说得倒是大实话呀 可是要想活命 就得把恨忘了 你看人山姓 为啥嫁给魏家英呢 为啥 那还用问吗 为了活命 魏家英保了山姓 她才留着这条性命 她不嫁给魏家英 行吗 你要向山姓学 保住性命 比什么都重要 是 保住命 比啥子重要 不许多 这条性命 都嫁给魏家英了 我真不明白 这是咋回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好好想一想 到底是想死还是想活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姐 妈 外面可多人了 何地人要麻烦呢 咱们来的路上 你有没有听见丁大命喊我啊 我好像听见了 是吗 我没听着啊 小姐 你是不是让鞭炮镇的耳朵听差了呀 可能是我太想他了吧 听差了 小姐 你说大命格要知道你嫁给薇佳英 他得咋想 丁大命格要是知道他非得跳合不可 你知道你还嫁给薇佳英 你这不是说废话的吗 你 我要不嫁给薇佳英我能有命吗 我 看来这人哪 都怕死 只要用死吓唬 让干啥就得干啥 你这是画里有画啊 啥画里有画呀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卫副官犒劳你 他为啥犒劳我 他要娶媳妇 娶谁啊 娶你媳妇 啥信 你呀 要吃点 再喝点 祝贺你媳妇 嫁给卫副官 啊 山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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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咱们看花椒里那个新娘 是山姓啊 我可以让你死得明白一点 没错 花椒里面坐的新娘就是山姓 那他为啥嫁给薇佳英啊 为啥嫁给薇佳英 为啥 那还用问 为了活命 魏佳英保了山姓 他才留着这条姓名 他不嫁给魏佳英 行吗 你要向山姓学 保住姓名 比什么都重要 保住姓名 你杀得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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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住我 我请你杀得住我 我想起这个 我家大小姐来了吗 那行了 你先伺候到这儿吧 往后 我来伺候吧 大小姐 我走了 走啊 愣着干吗呀 大小姐 我走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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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门关上啊 我走了 五十五号 到 雷霄 五十六号 到 雷霄 五十七号 到 雷霄 三十五号 二十五号 你 三十五号 我 鸡汤 四十五号 五十五号 四十五号 我上手了 山星 你都没想到吧 最终 还是我把你去到手了 你把盖头摘下来呗 你要摘我盖头干吗呀 我们都是两口子了 你说我要干吗呀 那我替你摘一下 不用你替我摘 我自己摘 来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魏佳音 你给我老实点 听见没 媳妇 媳妇 你这是干什么呀 谁是你媳妇 我是丁大命的媳妇 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碰我的话 我现在就剁了你 好 我不动你 我不动你 我保证不动你 你先把斧子拿开 好好说话行吗 那你老实点啊 我老实 我老实 媳 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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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大命 已经变成鬼了 你做不了她媳妇了 你做我媳妇行吗 我一定好好疼你 你胡说 丁大命肯定还活着 她死不了 她真的死了 我今天亲眼看见 她被囚车拉着 拉出去枪毙了 她就是死了 我也给她守火管 魏佳音 我告诉你 我嫁给你是假的 我跟你根本就成不了夫妻 你要是不碰我的话 我感激你救了我的命 如果你要对我有什么 非分之想的话 我现在那就批了你 你给我站起来 我站起来干吗呀 出去 我去哪儿这么晚 去哪儿我不管 反正不许在这儿待着 快点 起来 山青啊 你说你 你说你长得这么好看 你脾气怎么做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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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信 我一个爷们 我就不信收拾不了 你这个小丫头片子 你 你 你让我亲一下 我就信一下 我亲一下 谁啊 谁啊 你个兔崽子 爹 你疯了吧你 我跟我媳妇入洞房 你来干吗呀 谁是你媳妇 她呀 人家山西个育乐难 找你帮帮忙 你还当真格的了 就是 你还当真格的了 不是真格的 啥真格的 山西愿意嫁你吗 愿意嫁她吗 我不愿意 不愿意 谁都有遇难的时候 这时候帮帮人家 那就是极大德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再敢动山性一下子 我就羞死你 爹 叫爹没用 出去 到万物睡去 我今天算是看清楚了 你肯定不是我亲爹 出去 你也不像我叔的亲儿子 沈星啊 别怕 有威叔保护你 这个兔崽子 不能把你咋样 走 你睡觉吧 我在外面给你看门 啊 叔 你真是我亲叔 谢谢你说 谢啥呀 沈星啊 我跟你爹啥关系啊 那处的跟亲兄弟一样 我能看着你受气吗 好好睡觉吧 我出去了 啊 大小姐 啊 吓死我了你 咋了 我可外面挺屋里边 污脑喊叫的 啥事都没有 行了 你今晚就留着陪我睡吧 啊 我陪你睡啊 咋的 不乐意啊 不是 你这不害得入洞房子吗 你个屁的 报告 说 团座 丁大命同意合作了 丁大命同意合作了 是 他同意合作了 真没想到 丁大命竟然同意了 这有什么奇怪的 娄以上之细命 他丁大命就不怕死吗 丁大命可是个滑头呀 咱们可别被他给骗了 他怎么划 在我这老狐狸面前 不过是个小山兔 准备点酒菜 把他带来吧 是 报告 伯总 丁大命带来了 叫他进来吧 是 你来了 我 我来了 坐吧 会喝酒吗 不会喝 大喝过 喝过 酒满茶半 做人要讲究 这是啥酒啊 没见过吧 这是红酒 红色的酒 就是红酒 对对 白酒是白色的 好神奇啊 我多喝了 怎么了 怕酒里没有毒 来 我陪你 不是不是 两位老总请我喝酒 我肯定多多喝了 我就是没喝过这酒 我就觉得太多了 多我也喝 嗯 有酒量啊 这红酒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能喝 丁大名 你是真心想跟我们合作的吗 不是啊 不是真心的你说什么同意啊 我倒很好奇 你不是真心的还要跟我们合作 什么意思啊 盛团长 我不是给游击队做事吗 还是你们也知道 你们知道以后那就不高兴 那不高兴又要抓我又要避我 我这不不想死吗 我想活 我想活 这就跟你们合作嘛 你这能是真心的吗 对不对 说得倒是实话啊 实话 好 我明白你的意思 不管你是真心还是假意 只要你跟我合作 就好 盛团长 你告诉我 他通过什么人跟游击队有联系 问我啊 你可不要说你自己不知道啊 我刚才这杯太多了 孙队长 我能吃个鸡腿鸭一样吗 随便吃 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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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es吧 你看我这狗肉双脏正习的 合作 很简单 盛图长 合作 前提就是要公平 你问我这事 我肯定得告诉你 那我问你个事 你也得告诉我呀 不多 俩事 一个是 山姓带着游击队去收腰拉凉 你们咋就知道了 在那事先布置好了 这是一个事啊 第二个事 就是我跟关队长去你们军营抓舌头 你们咋就知道了 事先买我好把关的车装 就是这俩事 你把这俩事告诉我 你问我那事 我肯定告诉你 盛图长 盛图长 你干怎么样 我就说嘛 这小子够滑吧 丁大明啊 你是存心的不想跟我合作呀 盛图长 你这就冤枉我了 我不想跟你合作 我敢跟你提桥贱吗 对不对 合作嘛 就是你问我的事 我告诉你 那我问你的事 你也告诉我 这叫合作 那不能说 你问我的事 我告诉你了 我问你的事 你不告诉我 这不叫合作 这不叫欺负人 盛大明 你在我们的地方 还敢跟团作提条件 我告诉你 团作跟你说是合作 那是对你客气的 我们问你什么 你就说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合作 懂了吗 疯怎么着 你要早跟我这么说 那我早明白了 你们这不叫合作 你这就换个方法审我们 无非是 让我喝了一杯红酒 我咬了几口鸡腿 这也扣不出来了 算了快点站着吧 你们审我 审我吧 你小子怎么那么多废话 你说对了 我们就是什么 你 再这么油嘴滑舌的 我们就没有这么客气了 冯参部长 你这还火了 你别说你这一火 我真有点害怕了 可我这个人啊 有一毛病 敬酒不吃 吃罚酒 盛团长 我能 再喝一杯这个红酒吗 你喝 等等 喝完之后 你想怎么样啊 回去了 你们这都火了 就合作不成了 那我就回去 冯参部长 你这也太不客气了 我们已经对你够客气的了 来人 把丁大命给我押回审讯室 大行伺候上 走 判断 这小子没上大 不好对付啊 话也别说得太早 不到最后 还不知道谁好对付 谁不好对付 他最后还得按照 咱们的道道走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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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 甭管那个三龙瞎折腾 咱俩什么关系啊 一块出生入死的弟兄 我能相信你害我啊 大哥 那话是这么说 可是三龙有些时候 使得手段实在太阴酸了 弄得我跳进皇后都洗不清 事儿都过去了 我不提了 我以前跟你说过 我那个打猎的朋友孙炮手 他知道这个日本军火库的地方 要不然他不会卖过这么多枪支弹药 我还真买得不少 大哥 我以前听你说过这事 要是能知道军火库在什么地方 那我们就要资本了 不管是投奔游击队还是到啥地方 谁都不能小靠咱们 对啊 大哥 要是能找到日本军火库 那咱们的势力就大了 明天早晨 咱俩带几个弟兄 下山去 见见那个孙炮手 好 我一直想找他 三龙不去啊 不带他去了 就咱俩 来 大哥 龙爷 这狼雕要不死 咱们兄弟的日子就不好过啊 人家叫猫雕 尽不调命啊 能不死啊 龙爷 我又想了一个办法 军师请讲 我觉得 那个叫柳叶的女人 就是狼雕的软肋 你说 咱们要去把柳叶给绑了 那 龙爷 狼雕是不是叫 下山抓柳叶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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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干啥 你想干啥 我 上茅房了 茅房 茅房那边的 这边没茅房 你出去 你犯什么个业 大明 你说 那个纸条到底是谁给的呀 啥纸条啊 哎 就是那个纸条嘛 让我别陪你坐牢 叫我出去 有个纸条啊 哎呀 你就是个猪脑子 那天咱俩真生气 踹 飞过来一个纸团 咱俩 你别说啊 哎 这到底谁是守卫团安排在这儿的卧底呀 是啊 到底是谁呀 谁呢 你猜猜 他是谁 你不睡觉跟谁说话了 我 我没说话呀 可能说梦话了吧 不对 是不是我说梦话 你接我话 大小姐 真没有 你没说梦话 我也没接你话 我娘跟我说过 我经常说梦话 如果有人接话 我就会接着往下说 对方问啥我说啥 我明白了 终于想明白了 你明白啥了呀 那次我领着游击队 去石桂窑搬粮 这事我谁都没说 连丁大命我都没说 可这事还是泄露出去了 是不是那晚我说梦话 你接我话了 大小姐 我真没问过 什么都没问过你 不可能 如果不是你问清楚了 把这事泄露出去 那守备团咋知道的 白雅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守备团 安排在我们家的卧底 小姐 你别瞎猜了好不好啊 我在关家大院都住十多年了 老爷太太带我像亲人一样 我能看他觉得事吗 大小姐你别瞎猜了好不好 那行我不猜了 我问你 你爹呢 我爹 我爹他死了呀 我爹他死了呀 你爹死了 真死了假死了 这还能说假话吗 谁爹没死能说死了呀 你别这么看着我 你这么看着我 就说明你不信任我 你要不信任我 我实在是太难过了 大小姐 行了行了别好了 赶紧睡吧 别把屋外的人给吵醒 大小姐你是不是 还是不信任我呀 行了 赶紧睡觉 小姐 小姐 起来跟我走吧 去哪儿 放你回家呀 哎 哎 哎 嫂子 想啥呢 他们说让你回家了 你赶紧回去吧 鬼魂 你咋那么傻呢 他们怎么可能放嫂子回家 他们是想带我去阎王殿 什么阎王殿呢 送你去皇宫鸡卵殿 带你小福去 走吧 我可以和鬼魂说几句话 快点 鬼魂 等你将来 有媳妇 有孩子了 你就给他们讲故事 说过去 有个叫柳叶的女人 饭菜做得挺好吃的 人也挺好的 就是 命苦 好了 不用替嫂子太心 我走了 嫂子 嫂子走了 嫂子走了 嫂子 你别在这儿瞎难过了你 她啊 她乡 此处 行了 rates 亲 舍 吧 脑 是 decides 彤 就是